嗨 大家好 我是鲜鲜朵阿嬤 今天阿嬤要来分享一个白菜 这个白菜是 这个时候是 丰盛 最好吃的时候 这个给它切掉 阿嬤买今天的是短的 有的是比较长 那个什么山东的什么白菜 这个比较短的 你都不要去切到它 阿嬤教你们切的就是 这一块长的 就给它对切 因为卤白菜 你太小块 这个切下去太软了 这个都软了 这个还没 来 对切 对切以后 你们就给它一个一个剥开 所以就会洗 阿嬤是这样子弄 这道菜就是这个 盆培算是主角 这个是没有汆烫过的 阿嬤是有汆烫过 阿嬤建议你们汆烫比较好 汆烫以后你们来洗 把它捏捏捏捏到它这个有油 那个油捏掉 它才不会有油过的味道 也比较没有那么油 阿嬤会放一点点油下去 冰魚啊 这道菜要冰魚比较香 不然也没关系 要冰魚才是炸的古早味 阿嬤要有那个蓬皮 才有那个古早味 阿嬤要给它放金鸿蜜 金鸿蜜要泡水了 泡过了 倒起来旁边备用 一点点就好 来 这个香菇 干香菇要泡好再切 干香菇比较耐福吧 蒜桃整颗的 火不要太大 因为你把刀包起来 旁边备用 阿嬤要来炒红萝卜 小火让它炒 炒到这个红萝卜 也炒至那个红萝卜素出来 好 我们这个红萝卜炒到这样的 红萝卜素它有炒出来了 来 阿嬤要放这个木 木洗干净 阿嬤今天买的是小斗的 大斗的里面就要切哦 阿嬤今天这个小斗没有切 好 那我们要来炒白菜了哦 放一点点油 把火开下去 好 那我们把白菜放进来 它出这么多水出来了 阿嬤刚好这个锅子 我看一看这个都放过下 所以阿嬤把所有的东西倒进来了 还有捧回 全部都倒进去了 好 这个时候 来 我们把盖子盖起来 就让它慢慢煮 阿嬤都没有放水哦 等到你们煮到一半的时候 差不多半个小时 小小火你们半个小时再来看 来 阿嬤这个时候已经煮到45分了 这个汤汁这么多 有没有 有没有 再煮 我是建议要最少要一个半小时 最好吃 它就是最入味了 最好吃了 你们想要汤多也可以加 但是我要 它这个白菜的原汁原味的汤 所以我没有要加 火就是这样的小 再盖起来 我们再让它煮 这一道菜阿嬤要放这个蛋酥 因为阿嬤喜欢吃蛋酥 这个锅子里头 我们要放一些油 阿嬤不是要用炸的 用炒的就好了 来 阿嬤打到这种程度 有没有 一条线 尽量给它推开 这样炒 现在就可以 你现在这样就可以把火 开到煮 开到煮 你尽量给它炒开 炒好了 我们就要放过去那边煮 有的人喜欢 要吃的时候再放在白菜上面 但是阿嬤想要把这个 蛋酥放进去 然后这样子会有一个香味出来 不一样 阿嬤的蛋酥给它倒进去 还有 放湿 我们再煮20分钟就差不多了 一熄闷 我们这时间到了 阿嬤这个煮一个半小时 你看 这边还有汤 你看就是它这个汤 阿嬤完完全才没有放 试看看的咸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炒白菜的时候 我都有放盐巴 里面加湿 想要汤多一点 里面可以加汤 不喜欢的话就这样 这个是这个白菜的原汁原味 白菜卤已经卤好了 刚好是卤一个半小时 超好吃的 我刚刚有吃 很好吃 阿嬤给你们建议 比如说过年你有做了一些 阿嬤是建议是为什么会不放水 不放水它原味 第二你比较好收纳 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菜都很多 因为阿嬤自己知道 因为汤汤水水都很多 所以阿嬤故意没有要放水下去的 再来 比如说你们第二餐想要回国来吃 你们想要放汤的话 你们当然可以看里面放多少汤 这是阿嬤的建议 也是阿嬤的经验 所以今天就拍到这里结束 新年快乐 要订阅宣宣大杂会 最好是留言给阿嬤看 阿嬤最喜欢看你的留言 拜拜 拜拜 拜拜